小犬台风很少 屏东 横川半岛 个体的狂风不断肆虐清袭 南市部落的大树被连根拔起 还有跑道呢 也被吹香了 电线被吹落 村长是连忙帮忙抢救 而方山休息站的招牌 以及民宅的遮雨棚都被吹先 各地可以说是灾情不对 电线被吹断 掉在路面 村长跑上前抢救 整个人被强风吹得几乎要跌倒 看你整个人快被吹走 对 那没有电吗 没有 操场的PU跑道皮被整块掀翻 大树连根拔起压在跑道 屏东狮子乡南市部落一片狼藉 村长到处检视灾况 忙得不可开交 这里有几颗啊 三十颗 我第一次这样子来 往年的台风也不要那么严重 狂风肆虐 树木和棚架东摇西晃 方山休息站招牌被吹倒 民众从游览车下车狂奔 为了上厕所还要胆占心惊 这边不要冲 用手的 不要拔 用手的 荒山民宅的Jerry棚被狂风吹仙压在林房 隔壁的铁皮同样摇摇欲坠 看起来相当危险 台县加入派出所前 路口监视器机座一位 镜头军被无情击落 台风过境恒春 整个半岛遭强风侵袭 到处都出现灾情 也让人见识到小犬的惊人威力 记得孙婷连安平屏洞报导